我们继续啊朋友们 我们来看这个爱尔兰的欧洲大学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陈春花的这个博士学位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 陈春花教授 在他的这个 对于语情的回应中 提到了 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 这苏东水可了不得 这苏东水去年去世了 九十一岁 一位长者 这苏东水 著名的经济与管理学家 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 博道 东方管理学派的创始人 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的院长 这都挂牌了 在复旦 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会长 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所长 上海东华国际学院院长 协力创办三所大学 并担任校长 上海市政协委员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学科评议组的成员 评议组的成员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的成员 国家重点学科工业经济产业经济学术带头人 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系主任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 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两个博士后流动站的站长 等等等等 这浑身都是弦 都是荣誉 都是官 曾经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担任由国际三十多国家管理协会组成的 世界管理协会联盟 叫FSM的理事 还是这个联盟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还是这个联盟97年世界管理大会的主席 99年世界华商管理大会的主席 2008年世界管理大会的主席 创建了世界管理论坛 即东方管理论坛 从1997年以后一直到去世 担任了17届的世界管理论坛 即东方管理论坛的主席 受聘国内外40多所大学 兼职教授 博导特聘教授 2018年啊 4年前啊 货班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讲 你看这个苏东水教授 了得啊 这简直是太陡啊 这是啊 学界太陡啊 宗师级的人物啊 这是啊 那么我看一看 这些荣誉之外的苏东水教授 苏东水教授搞管理的啊 跟经济沾点边 跟企业沾点边 人家都懂啊 然后人家靠山吃山 靠海 吃海 说苏东水教授呢 这个 也找钱 当教授也得找钱 怎么找钱呢 说苏东水教授 早在20多年前 脑洞就大开了 找了一个 零成本 然后呢 院者上钩的 快速的发财致富的 捷径 说呢 有一次 苏东水教授 去爱尔兰 然后呢 在当地呢 他就注册了 这么一间公司 这个公司的全程叫什么呢 叫爱尔兰 欧洲大学 有限公司 您听说有点熟 你把有限公司去了之后 那就是爱尔兰 欧洲大学 爱尔兰 这个公司注册完之后 这个爱尔兰 欧洲大学就 就此诞生了 然后呢 外面有爱尔兰的欧洲大学 国内呢 有他儿子叫苏宗伟 叫苏宗伟 这个 担任院长的私立培训机构 叫东华国际人才学院 就和这爱尔兰 欧洲大学 就开始联手了 联手就在 国内就开始招收这个 朔博的 研读生 硕士博士 然后呢 并且颁发相应的 硕士和博士的文凭 就是爱尔兰 欧洲大学的文凭了 这个事实上呢 是并不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爱尔兰 欧洲大学 您听懂了吧 但是 他在招生的时候 在国内招生 推广的时候 做宣传的时候 自称是爱尔兰 共和国政府 批准注册 成立的私立大学 说他们颁发的 学位证书 在国际上 获得普遍的认可 那么 这所大学 这个父亲开办的大学 有限公司 和国内的儿子 做院长的 这个 这个培训机构 那么 怎么取费的呢 招生 说十几年前呢 基本上 十几年前 快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应该说 一个人的学费 就是六万六 一个人的学费 就是六万六 那你说 招一百个人 不就六百六十万吗 是不是 那你说 这不就是一个 稳赚不赔的生意 有评论者就说 说这种父子 其上阵 共销一条龙 愿者上钩的 假博士文凭买卖 做的真是天衣无缝 堪称商界奇才 私人注册 私人招生 私人收费 一个破本 就卖几万块钱 这生意 一无污染 二不上税 最关键的是 受骗的人 受骗的人 明知被骗 也明知的 这就是一场骗局 明知的文凭 就是假的 还心甘情愿 并且还喜不自禁 你说这种 挣钱的模式 是不是 这他妈的 这这这 啊 这智商得 得两百几 是不是 但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文凭 就是这样的大学 就是这样的文凭 从两千年前后 就开始招生 就开始卖 一个六万六 甚至还杀手 比如说 苏东水教授 就把这个文凭 就给了自己的学生 陈春华 而在那个之后 拿到了这个 阿尔兰欧洲大学的 博士文凭的 这个陈春华 还真就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学术圈里头 横行无阻了 真就横行无阻 这就是有人 看了陈春华的履历 简历之后 人家提出的这些问题 就说 如果陈春华 没有这个假的 博士学位的话 他能在南京大学 做博士后吗 博士后前提 你得是博士啊 那他博士拿的 就这个 没有这个 他能在南京大学 做博士后吗 有飞机过 马上就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就说了 没有这个假的 博士学位的话 他能够后来顺利的 入职北京大学 还能当上这个 BIMBA商学院的院长吗 我觉得这问题提的很现实 事实上 要是没有博士学位的话 现在进北大 北大校长 现在不是蔡元培是不是 蔡元培那时候 也是个别的 但毕竟还有 比如说梁树明 就梁树明这样的 没有文凭的人 没有文凭有水平的人 起码是蔡元培先生 是这样判定的 都让他到北大 去当教授 今天的北大 能够允许个 非博士的进去吗 这是第一点 今天的北大 还是当年的北大 北大最近这四十年 改开以后的北大 尤其最近这二三十年 北大臭到什么程度 包括北大的 关联机构 或者北大自己有 其他的一些机构 包括北大方正之类 都臭到什么程度 北大的丑闻 哪年不有 哪年不都是有那么一堆丑闻吗 你看北大 真正的北大学生的品质 你跟四十多年前 能比吗 都有多少人 都有多什么样的孩子 才能进到北大去 除了真正的 寒窗十年苦读者之外 每年一批一批的 什么样的人 进北大去读书 所以他提出 大家提出的问题 是非常现实的 就是陈春花 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入职 北京的北京大学 除了他自己的能力 学问 住宿 等等成果之外 不能不有一大因素 就是他是一个 欧洲的 所有的欧洲大学的博士 所以自然大家就 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 和华为之间的 这个这次这个纠葛 被人家给刨焚了 说这个陈春花教授 是不是还在北京大学 风风火火 然后在那商学院里 指点江山呢 有人评论说 陈春花 回应这个 贾文平事件的时候 拉了个 复旦大学的这个顶级的教授 给自己做背书 没想到就把苏东水给暴露出来了 而且苏东水呢 恰恰就是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始作勇者 尽管啊 尽管啊 媒体上说 尽管早在2000年的2月25号 以大学排名 文明的英国的泰晤士报 高等教育复刊 就曾经报道说 爱尔兰教育部门正在调查一个 未经官方批准 就自称为爱尔兰欧洲大学 这样的机构在运营 这个机构的地址 人家查到的在这地址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宿舍 这所大学在国际上做广告 招收研究生学历以上的这个学生 但从来没向爱尔兰官方申请大学的许可 也是2000年 爱尔兰的报纸叫独立报 曾经发表调查报道 起底爱尔兰欧洲大学公司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怀疑他可能是由中国人拥有和经营的 并在中国境内伪装成外国大学招生的这样的机构 一个假的机构 嗯 假的大学 这是2000年呢你看啊 2000年 媒体也调查他了 然后相关机构也都 也就质疑他了之后 但是你查你的 你查你 他不当我继续在中国招生 然后发文并收钱 2000年你看这样的事都出来之后 他不当我2001年 陈春花 获得这个 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博士学位 而那时候陈春花 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 那么 尤其是滑稽的和好玩的是什么呢 同一时间 也是2001年 这个苏东水教授的儿子 苏宗伟 苏宗伟啊 刚才说了什么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 就是培训机构 担任执行院长 这个苏宗伟 他跟陈春花 一样脚前脚后的 也获得了 爱尔兰欧洲大学授予的 这个博士学位 DBA 评论就开完 所以我就觉得他 特滑稽 特有喜感 说这苏宗伟老师 既是办学机构的领导 又是学员 然后自己颁发学位给自己 真会玩 真会玩 2006年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 曾经在陶课网上 发布过六个课程 其中就有爱尔兰欧洲大学的 工商管理硕士MBA 和工商管理博士的 DBA 然后明码实价 那是标价 数价是多少呢 硕士 MBA是四万五千八 那个博士学位是六万 说在这之前 2006年之前 已经有五届的欧洲大学的 爱尔兰欧洲大学的MBA 和两届的DBA 这个学位都已经颁授了 最后 这个外媒就感慨了 爱尔兰欧洲大学 为中国博士培养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复旦教授苏东水 苏宗伟父子功不可没 明知骗钱 但受骗者心甘情愿 这种愿者上钩的商业模式 堪称一绝 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 我谁都不服 我就服你 我们今天就不批凳了 我们刚刚批完 陈春花教授的 跟陈春花 由陈春花教授引发的 这个这桩公案 我们做这两小期节目 就是今天批凳的内容 这就像有的网友评价的那样 特色社会典型的特色 这就是特色社会典型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一种共骗的经济模式 共骗 就说什么呢 无论是骗人的人 还是受骗的人 都心知肚明 跟被人贩子出使 就是人贩子 一般的人 就像人贩子出使 都是被骗者 这属于同一个档次 你说我们的伟大祖国 还有什么地方不腐败呢 全民腐败 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腐败 具体这样的学术腐败 几十年在中国大行祈祷 全世界哪个国家 向中国的教育 这四十年弯道超车 如此之神速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在最近这二三十年里 三四十年里头 满天空的博士帽 和硕士帽 那个博士和那硕士 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上市 哪个国家 最近这二三十年里头 有向教育产业化之后的 中国这样子 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 最后每年一千万毕业生 活葬 招人都挤破脑袋 甚至九八五院校都 争先口哄的 要去入职 这个没有职业歧视的意思 我只是说 从一般人的青年人的感受上来说 这是让他们 应该说是让他们恐惧的 那你说什么样的力量 能让他们 如此渴望去冰雪馆做一名员工 他有那么多的 无数的揣着文凭的外卖小哥 欢呼 让我们欢呼 让我们欢呼 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这一串又一串的硕果 又一个中国教育界的 改革开放 接出来的一只瓜 这只瓜的主人公 叫陈春花 陈春花 后面还有一只大鬼 这个鬼 这个鬼名叫苏东水 就是这样子 一个社会 就是坏到了 这不田地的一个国家 我祝福他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